第四遺痞,烈士遺骸,最近又要回国了 老师长,这里面有不少是你的部下 所以战友们,牺牲战友们 都是20岁左右的优秀青年 他们贡献是最大的 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大会国家不会忘记他们 战友们也不会忘记他们 今天跟随曾爷爷听了抗米援朝的故事 我非常激动 作为一名小学生,英雄的故事帮我成长 英雄的功绩有史难忘 我们要继绝铭记历史,缅怀先烈,致敬英雄